家常的羽绒大衣由于保暖性很好,在纬度较高的日本,韩国相当巨人气。 这款的拉链配合魔鬼粘增加了外套的紧密度,长版搭配莲帽的设计,加强防风以外,也帮助身材在视觉上看起来更修长。 两侧的翻盖式口袋方便拿取,且因宽大而食物品不容易掉出,另考量到活动性,它的下摆也特别做了开叉。 全黑色的配色中可看到低调的品牌标志,散发出精致典雅的气质,简单俐落,只要搭配靴子或较紧真的长裤,就能展现出十足的帅气度。 如果没有体验过长版大衣的话,这件算是蛮好佩搭的入门款。 这款的造型乍看之下像是衬衫,就算整件扣起来也十分有型。 领子的样式塑造出成熟感与稳重,加上深沉的蓝色,很适合作为平日上班时的保暖单品,也可以配合不同配件增加造型的丰富度,加上极简的品牌标志,有种浓厚的日本工装风味。 另外搭配一般T-shirt或是大学体都是不错的选择。 机能主要是配合春夏季打造,舒适的网布面料能够贴合肌肤,减少摩擦的不适感之余,也相当透气。 独特的是其下摆可依照自己喜好和身材做调整宽松度,既可以营造身体曲线,闷热的日子则能松开提升通风度。 是款男女都能够驾驭的外套,就算不擅长穿搭也能展现初步繁品味。 衬衫是造型简洁且不复杂,出门简单套上就十分有型,它的黑色logo是设计在加大的胸前口袋上,在全白的面料中相当画龙点睛。 这款最强调的是利用全新技术制作的Outlast面料,除了具有一定柔软度之外,更标榜能够调节温度,使肌肤表面维持在不过热也不过亮的适中状态。 搭配采高弹力松紧带固定的袖口,能自在活动又不会让人感觉不舒适,很适合作为春夏季的防风用品。 并极有尖角的领口设计,让产品在休闲中带点正式感,看起来将利落又有气势,无论单独穿着或于内外另搭其他服饰都没问题。 采用灯芯绒为主要材质,厚实且耐磨,想要长期使用也没问题。 本款除了内力填充了有机棉增加保暖度之外,表面的质量则平滑且不容易摩擦,穿起来十分舒适。 袖口的扭扣除了增加造型感以外,也能有效封闭开口,减少灌入强风的可能性,可说是秋冬季的好伙伴。 令人着迷的经典军人迷彩,可以让全身的穿搭不会显得过于单调,加上灯芯绒的线条纹路能隐约被看见,若再以利领方式穿着,便能打造出硬派的绅士风。 看似不好驾驭,但这款外套其实适合很多族群穿着,推荐,平时穿惯素色服饰的人,购入换换口味。 采用拥有轻量特色的特殊材质打造,可有效减少穿着时的负担,很适合临时出门去超商,买宵夜等日常活动时穿着。 且因能尽量维持表面干燥并减少水气负着,简单好戴帽子可以轻松防风帮助保暖,加上轻薄好收折,也推荐机车一足放一件在车厢中以备不时之需。 两侧的口袋位置较高之外,也因深度做得比较足,放进手机,钱包不用担心掉出来。 颜色则以中性的水蓝色为主体,除了非常有春夏季的活泼感,在品牌众多大地色系的服饰中相当亮眼,而背后还有着放大版的logo,希望展示品牌特色也十分值得一试。 羽绒衣虽能应对高山等较寒冷的环境,但有许多追求流行的特殊剪裁可能会影响其保暖效果,因此此款式虽看似平凡,反而才是最安全的选择。 正面的扭扣与拉链,魔鬼粘形成三重防护,可有效减少寒风进入,而且袖口由于,能自由调整松紧,活动起来也不会太过不便。 亮色系的浅蓝在有种洁白的清新感,搭配手臂上的大型logo图案,可以明显强调出品牌形象,虽然版型变化不大,但能够在小地方发现许多巧思。 如果打算为了户外活动或出国购买与容易,此款算是可以考虑的首选之一。 此款版型为是面上常见的防水外套设计,但颜色采用少见典雅的玫瑰粉。 它的表层采用环保的再生纤维,增加了面料的柔软度,并采用接泵密封设计,能有效地防止水分渗入衣服之中。 搭配耐用紧密的拉链,不仅让整体机能表现更加优异,也能帮助收纳时不容易让水汽进入。 连冒雨后被开叉的剪裁,美观以外也增加几分特殊性,袖口扭扣则可以帮助固定袖口,容易活动以外也有修饰身形的作用。 虽然层次较少可能有点单调,但喜欢简约风或粉色系外套的话可以参考看看。 锯质纤维是常见的服饰材质,特色为方便收纳铁鞋带。 这款外套在其基础上更加强调造型,用不同色块的拼接呈现之外,简单明亮的文字,与标志亦提高了精致度。 吸睛的大口袋让整体质感上升不少,可搭配同款裤子组合出彩色套装。 背后的品牌橘色标志更是绝妙的点缀,而力领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调整,打开时的风格随性自由,将有扣扣上的话则会变成帅气的街头风格。 但因为好看与否会取决于穿搭的品味,较适合给喜欢搭配整套,或是对于颜色比较有想法的人。 绝佳的机能性是此外套的一大特色,外层防水排斥效果佳,可以随时保持舒适且干爽,内层的再生保暖棉则营造出轻盈且舒适的触感。 搭配了帽设计外加毛皮更增加了保暖性,且因为是可拆式的,平时用来防风之外,骑车时又可卸下以免不便。 选用的材质让外套整体有着蓬松感,三合一结构正符合冬日的洋葱式穿法,最外层的小麦色是品牌经典色,内里白色的棉材质又与其相辅相成。 搭配俏皮的大扭扣及显眼纹字,相信能为穿搭加分不少。 虽然价格较为突出,但想要多功能外套的朋友仍推荐考虑看看。 本款的面料使用瑞巴特在生纤维与保暖棉,打造出适合寒冷季节穿着的服饰。 轻盈的材料减少了秋冬外套厚重的问题,高领设计也提升了保暖度,并追加了防盗口袋,外出时多一个收纳空间以外,也能更有效地保护好重要物品。 别出心裁的极光图案既梦幻又让人证明,让人可以感受到穿搭者想跳出框架的企图心。 但也因为印花图案的视觉强烈,如果不喜欢太显眼的话,可能会较难接受,反之想在品牌商品中追求辨识度的话,就可以试试看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,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